这是一次多亿 篇第18集 我们看Ariel Ariel我们一般就是空气的 Advanced是前进 Administer是管理 Dom是清晨 Cross是越过 可是呢 当我们看到一些例句 真的会出现的 The boy was full of aerial fences 这个男孩呢 他有许多充满了 Fancy我们一般就是空想 幻想 他充满了一些空气的幻想 空气的幻想 是不是空想呢 可是他空气啊 Advanced前进 If you don't stop making advances to all the girls You will embarrass yourself 如果你不停止 stop后面要加 动名词加ing 动词加ng 这是规则 如果你不停止前进 对这些女孩子前进 如果你不 你不走向她们 你不前进到她们那边 你就会让你去出球 embarrass出球 那什么意思 想不通 Administer管理 The doctor administers drugs to the patient 这个医生呢 管理一些药 这药也是 一次多兑 除了药以外也是 毒品 drugs 这个医生呢 管理一些药呢 对于病人 他对病人管理药 医生是开药啊 怎么会管理药 也是怪怪的 Dorn 清晨 In recent years the real cause of AIDS has been done 在近年来呢 这个真正的real cause 真正的原因 就是AIDS 艾滋病症的原因 已经开始清晨了 听不 是不是写错了 cross是越过 A mule is a cross between a horse and a donkey 螺子 他是马跟驴的越过 所以我们就常常看英文啊 就是明明这一篇 也没有很多单字啊 真的很难查到字典 也查得出来 那剩下的 应该也差不多认识啊 可是整片肚子就是卡卡 这边不对 那边不对 就中标了 找得到了 中得着了 被骗了 Aria他是梦幻的 幻想的 那当然 跟空气也是有点关系啊 那空气 看不到 抓不到 所以就变成梦幻的 幻想的 他这 这边是意思啊 unsubstantial 就是 不是很实际 不是很实直的 啊 substantial 就是很 很确实的 很实际的 啊 并不确实的 imaginary 这是幻想出来的啊 所以梦幻的 所以说 这男孩有很多 不着边际的幻想 有很多梦幻想 做不到的 啊 他希望能够 将来取零之零 他希望能够飞到月球 他希望能变成 比尔盖茨第二 叫不着边际 啊 不是说不可能 就是太难了 几率太低 几乎不可能 Advance 前进 但是他这边是现殷勤啊 friendly approach 就是很友善的 approach 就是接近 很友善的接近 就现殷勤嘛 啊 如果 你不停止 对所有的女孩子 都现殷勤 你就会出糗 为什么呢 对女孩现殷勤 为什么出糗呢 因为你对一个女孩子 因为这边是girls 然后这边是 所有女孩子 你对一个现殷勤 那女孩子很高兴啊 你对两个就怪怪了 那一个就吃醋了 不高兴啊 那你对所有的 人家就说 你干嘛花痴啊 你就会出糗 你就变笑话 好 这边就是现殷勤 就对了 那administers to give offer to give to give offer 提供tender 也是善意的给予啊 就给人家什么食物啊 医药 那个药品啊 或者其他生活品 需要的东西等等 所以etc 这个字念 etc 就给予食物啊 甚至打击 不好的 给予打击 都是 就是施加的意思 所以这个当然 有很多意思都可以 都可以用在这上面 当然administer administer是其中一个 所以他不再是管理 而是给予 所以你看这个医生呢 给病人给药 开药 你说给药 那医生不会直接给药 他是开药 再到药局 医院的药局去拿药 所以开药 那就通了 就不是管理 开药 adorn 也可以当成 to begin to be perceived perceived就是被动穿了 被动袭了 被了解 understand被了解了 perceived 那understand就是 我们一般就说 我了解了 但perceived就是 有点洞穿了 就是花一点心思 understand是 别人也想让你了解 你也真的了解 perceived就是 别人可能 并没有让你了解 可是你经过思考 经过观察 你了解 所以这个每一个字 它的意思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又是 叫semantic 叫字意学 就每一个字 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它的意思用在不一样 所以你说文学家 小说家 记者 教授 或者很多人 他用词就很精确 尤其是像 美国总统 什么就职论文 就是政要 大官 他们在演讲的时候 他们那个字 就是要精确 但是我们看起来 这个字都差不多 其实不太一样 尤其是 像中美关系 美国对台湾关系 他们讲话 那个政治上的 每一个字 那个都要去推销 很精确的 尤其法律上 法律上 法律上的字 特别精确 所以它就变成 开始被了解 所以 近年来 艾滋病的原因 就开始被了解 而不是开始被清晨了 被找上了 被了解 懂 所以黎明 清晨 黎明 黎明就是慢慢开始了 清楚了 一定要准备开始 所以它这个有一个 逻辑上的关系 Across 它是杂交 and mixture and two different things 两个不同的东西 一个mixture 混合 mixture是混合 and being combined 就是两个混在一起 combine 结合在一起 然后to produce 变成produce 就是我们一般讲生产了 就变成一个新的品种 它就是混种 杂交 所以驴子 螺子是驴跟马的 杂交 杂种 混种 Klaus 当然 混种 杂交 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字 那这边Klaus就是 那Klaus除了是越过 切系词越过 也是名词杂交 他当然 他也是名词十字架 Klaus 也是十字架 所以都有很多意思 所以这边是混种 就不是越过了 好 那我们再念一下 大家再熟悉一下 这个一次多译 那我们就不管它原来意思 原来意思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熟悉一下别的意思 梦幻的 The boy was full of area fences 那英文常常加S 可数了 因为它那个 不着编辑的幻想 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加S 下阴情 If you don't stop making advances kill the girls you will embarrass yourself Administer 就是给予 给予食物 医药打击 协助等等等等 The doctor administers drugs to the patient Dawn 开始被了解了 In recent years The real cause of AIDS has been dawn Crush 杂交 A mu is a cross between the horse and the donkey 那我们再把一些单字呢 把它那个发音念正确一点 Ariel 这是半卷蛇 Ariel 半卷蛇 这个大卷蛇 Imaginary 大卷蛇 Imaginary 这个也是大卷蛇 这个幻想 Fancy 或Fances Fan 我们说粉丝 粉丝就是Fan 念不准 念不准 Fan 或者半卷蛇 Fan 都不太对 大卷蛇 Fan 粉丝 Fans 电风扇也是同样 你看又是一次多一 粉丝也是Fan 电风扇 那个扇子也是 当然那个Fan不是电风扇 它是Electric Fan 它是扇子 扇子 Fan 这个也是大卷蛇 Advance Advance Family 是卷一半 所以这个字 一般不太会念 所以念的就没那个味道 Family 这个D 几乎可以不用发音的 Family 不然你说Family 也是很精确 可是念起来很累 所以很多音就自然就把它消声掉 把它变得很 几乎念 听不太到Family 那Stop就是卷蛇 这没问题 Stop 你不要说每一个时候念的声音 不觉得念 Stop 又不对 Stop 这完全不觉得 Make 完全不觉得声 Make 那这Girl 女孩子呢 这经常念Boy Girl 就是常常念 念不准 它是音最往下 Girl 就是下巴跟舌头往最下 Girl 而不是一般的Girl Girl 那Girl 往下走 所以这个可以多练习 那个 美国人 尤其青少年 他们讲Boy Girl 他们音念的很漂亮 所以往下走 多练习 Girl 这也是大练习 Embarrassed Embarrassed 这可以看 这多短音 Give 不要念成Give Give 短音 Give 带耳德音 Give 这是卷一半 Tender 就提供Tender 那个药品也是卷一半 Medicine 这是Doctor 它是O 可是带一点点R的音 Doctor Doctor 所以你常常觉得人家好像念Doctor 其实它不是Doctor 它是O 你们带R的音Doctor 那这完全不选择 Drag Drag 带耳德音Drag 这完全不选择 病患 好像又是一次多余 它是病患 它是形容词 就是很有耐心 你看一次多余到处都是Patient 完全不选择 Patient 这个看 要念 Understood 要念到我味道Understood Understood Understood 这Under 是Under 不选择带耳的音 Under Understood 它是Wood 它不是Wu 它是Wood 带着耳的音 像Put Understood 这个字 你看就有点像外国人念 那如果不知道就Understood Understood 那就念得比较奇怪 Understood 尤其是Wood Understood 就有那个味道 这个是 最近的也是卷一半 Recent 但是很多美国人现在已经念Recent 所以他已经习惯 就像是Defense 明明是第二个音级 可是你看NBA 一定教练球一定说Defense Defense 但他就已经习惯了 没办法 所以这个念Recent years 也可以 但很多美国人念Recent 也没关系 他已经变习惯了 就变破音字了 就像我们说流血 流血 两个都对啊 那本来是 北京话应该是流血 可是很多觉得流血 怪怪的 那种流血 或者不倒翁 很顺啊 可是字典去查 他是念不倒翁 就不好念 就这个意思 这个Dorn也是O 也是Om 是卷舌的Dorn Dorn 卷舌的音 这字也不好念 这跟这个一样 这两个音翻译 这是Cross 念起来有点R的音 Cross 他那个卷舌的O 就带一点R的音 如果是完全不卷舌的O 就没有 这个Thense 也是短音 Think Thense Thinks 这个Have 跟Has 这个是太常用了 它都是大卷舌 Have Have 或者Has 而不是Heath I have 那如果是恨的话 HAT就是完全不卷舌 Hat 好 那这个Have 或者Has 那这个Bean 这个很难念 它是有点像双母音 它本来是Be 长音 Be 它后面有一个短音 那个带耳的 它变成Beam 那如果光是一个长音 叫Beam Beam 如果是短音带耳 就变Beam 它不是 它是先长音带短音 变成Beam 这个字很特殊 那像在什么中间呢 我们一般传统上念Between 可是现在呢 你去查了KK音标的字典 它也有 很多美国都念Between 它已经不念Between 它念Between 就像礼拜天 它不念Monday 不念Sunday 礼拜一它不念Monday 它念Sunday Monday 越来越有这种 有些变化 那这是大卷舌 马是Hors 最卷舌 因为它加一个 后面Hors 你不要念Hors Hors Hors就变水管了 Hors 这个是卷舌的Donkey 不要念Donkey 所以该怎么念 又怎么念Donkey 那麻烦大家 看了以后 订阅分享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